哈囉 各位AVITA的朋友們 嘉賓們 還有呢我們AVITA的家人夥伴們 大家晚上好 OK 非常非常開心呢 今天呢迎來了我們2022年的第一場VOP 我們的事業商機說明會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呢 那也提醒大家喔 今天的最長講座呢 是以華語進行的 我們同時有英語以及日語的翻譯 OK 所以今天的講座會在中文 當然像我們所有講座 我們有英語和日本的翻譯 所以先開始 先不斷地進行的 我們先進行的 如果您聽到英語 如果您聽到英語 您可以在一頓 OK 翻譯 如果您聽到英語 您可以在一頓 喔 太棒了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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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日本的夥伴 所以我們請我們的會心 然後呢跟日本的夥伴說 如果我們聽到日本翻譯的話呢 可以打2 我講華語 日文其實都沒有差啦 因為翻譯會翻 日文可以打2喔 我們還是看到很多1喔 日文聽到的話可以打2好不好 好 junko yassu junko konnichiwa konnichiwa OK 我們看到英文已經很多人台灣了 有沒有日文的朋友 日文的朋友 喔 Dingy 謝謝 我們的夥伴跳到我們日文頻道 所以我們中文 今天呢我們以中文進行 可是同時呢 會有英文以及日文的翻譯 OK 所以呢 再次歡迎我們來自全球各地 所有的夥伴們 大家 2022年 新你好 OK 那我相信呢 我是可鄉 非常非常榮幸的能夠成為呢 2022年 第一場BOP事業商機說明會的主持人 謝謝大家 那其實在過去2022年呢 其實整個疫情呢 就是從2019年開始 2020年開始一直延燒 然後如今呢 已經邁入了2022年 在很多國家呢 已經慢慢在開放的這個同時呢 我相信呢 所有人呢 現在的心中呢 應該是充滿了很多的這個希望 同時呢 有一點點的這個緊張 欸 接下來會怎樣 所以今天的這一場 事業商機說明會呢 真的非常的意義非凡 因為它也代表著AVIDA呢 即將呢 踏入了另外一個 新的一個挑戰 然後呢 新的一個里程碑 那我想在我們踏進 我們的這個新的里程碑 之前呢 我想我們所有的夥伴們呢 最重要的是 從2020年開始到現在 我想我們所有人呢 真的應該好好的給自己一個 讚美跟鼓勵喔 對不對 就是呢 過去的這兩年呢 大家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我們還一起呢 接手在一起 然後一起在AVIDA這個平台 這個事業努力打拼 所以呢 所有人來我們抱一抱自己 跟自己說 做得非常棒 做得非常好 好不好 OK 然後同時呢也請我們所有的朋友呢 在留言板上呢 因為我們AVIDA呢 不是只有自己喔 我們為什麼能夠持續堅持下去 也是因為我們這個大家庭 大家可能只看到我 可是呢 我們每一個人旁邊都有我們的夥伴喔 請大家在留言板上 跟我們所有的夥伴說一聲 做得非常棒 新年快樂好不好 大家好 OK HAPPY NEW YEAR TO EVERYBODY 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大家在2020年2021年的真的非常棒 我們即將呢 踏入2022年 然後呢迎來更棒 然後呢 更加爆發的AVIDA 所以呢 我們把我們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在今天第一場的事業商機說明會呢 我們也請了一個重量級的這個講師 然後嘉賓 當然同時呢 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大家長 就是我們的李湘瑩 湘姐 那湘瑩其實在 我上台之前她一直跟我講 大家都認識我了 你不用什麼介紹了 可是呢 我相信呢 我們所有人都一樣 我們說的每一句話呢 都是發自我們肺腑喔 那從AVIDA開始 從我們的中朝經由 然後一直到我們的AVIDA18也好 火藝術也好 到喜瑞士 到MGF 到SALVA 其實湘瑕呢 帶領著整個AVIDA的公司團隊呢 不斷的把最好 最新 然後呢 最具有這個市場前瞻性的產品 一直不斷的帶給我們 然後一直帶領著整個公司呢 一直 拉著我們所有的夥伴呢 一直在往前衝 那今天 在整個疫情的已經慢慢的復蘇的 今天 2022年的第一場 世界產品說明會 湘瑕將會帶給我們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共享 21世紀的AVIDA 那尤其是呢 在過去AVIDA這15年來呢 湘瑕真的是一個學習型的領袖 雖然呢 他已經是我們所有大家長 可是呢 他一直不斷的在學習 一直不斷的在更新 一直不斷的在成長 然後呢 而且呢 一直不斷的在鼓勵我們大家 所以我相信呢 大家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我就話不多說了 我們就以最熱烈 最棒的掌聲 來歡迎湘瑕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要怎麼樣一起共享 21世紀的AVIDA 歡迎我們的掌聲 李湘瑩 湘瑕 謝謝你 可香 各位嘉賓 各位好朋友 各位親愛的AVIDA家人 大家好 歡迎來到AVIDA 在2022年的第一場 VOP 事業商機分享會 2022代表的是 世界在21世紀 已走過了快四分之一了 那麼對AVIDA的家人來說 就意義更深重了 AVIDA進入第15週年 15年來 在AVIDA全體的夥伴們的努力 兼持 還有領袖們的辛勞 負責 開闢 江土 擴展AVIDA的版圖 到九個國家 今年 今年 勢必是AVIDA豐收的一年 也是值得祝福的一年 那麼 在21世紀的今天 我們將如何跟更多的朋友們來共享 AVIDA的成就 AVIDA的成就與資源 這就是今晚我們的主題 首先讓我們來回顧歷史 回顧歷史才能展望未來 我們來看看 共享21世紀的AVIDA AVIDA進入了第15週年了 2022 我們看到了 各位夥伴們 你們都看到了 我們的這個Postella 15週年 那個是一個很 非常的有力 誠信的一年 那麼這個15週年 他們一般的叫做水晶週年 那麼水晶是晶瑩剔透的 那麼同時呢 也是明亮的 充滿閃耀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會有一年串的 2020年的一年串的活動 所以我們大家記得 在今年的8月 將是AVIDA進入 15週年的一個 方慶的週年 也是一個非常的值得 慶祝的一個月份 好 我們現在來說了 我們回顧到 我們整個人類的歷史 時期時代 那是最早期的人類 我們從時期時代 進步到農業社會 然後我們到了工業革命 以及到現在的高科技的年代 OK 在這個年代的過程中 我們也產生了 許多海上的強國 我們來看看 從最早期的葡萄牙 他們的航海艦隊是強大的 然後再來西班牙到荷蘭 到英國 這個大布雷丁帝國 它已經是一個日不落帝國了 那就是說全世界 在太陽升起的地方 都有英國的殖民地 包括我們的新加坡 也是英國的殖民地 它統治了我們100年 OK 好 那麼接下來呢 在工業革命之後 美國就成了一個強權的國家了 到了21世紀的年頭 德國提出了工業4.0 發展到今天的科技 那麼我們人類到底對於 這個整個宇宙 我們了解多少 其實呢 我們人類不斷的再改變 我們不斷的再進步 對於整個宇宙 對於一個21世紀 我們是感覺到 既陌生又神秘 那麼新加坡的數字大師 這一位王福林老師 他就說過了 他說整個宇宙的天敵 是個未知數 我們實在了解不多 對於整個宇宙 我們實在是了解不多 那麼我們大概知道的 就是太陽系的星球吧 我們地球也在其中 可是呢 太陽系卻有個天敵 叫做黑洞 我們搞不好不知道哪一天 他會把我們地球 都吸到黑洞裡面去 不知道 好 那我們地球也有個天敵 那就是人類了 我們的人 我們到底是在建設地球呢 還是破壞地球呢 我們往太空發展 我們的高樓已經建到了 100多層樓了 我們地下也挖了幾十層 我看我們都快要挖到 地球的中心了 那麼整個的氣候的變化 氣候的軟化 冰山的融化 雨林的被砍伐 甚至於戰爭帶來的破壞 還有病毒 好像這一次的COVID-19 帶給我們整整兩年的空轉 這些都是人為的因素所造成 所以我們人到底是建設地球 還是破壞地球 真的還沒有答案 那麼我們人有沒有天敵 有 我們的天敵是什麼 情緒 我們也都知道EQ比IQ更重要 所以這位王福林老師 我們在下個禮拜 他也是會來跟我們講一場 行家大姐貨 請大家期待 好的 我們看看1969年 美國的太空人阿姆斯壯 他登陸月球 那個時候他是去探險對不對 那個時候為什麼大家那麼震撼呢 在我們的印象中 1969年喔 我爸們你們都還沒有出生吧 很多人都還沒有出生喔 對不對 1969年出生了沒有 很多人還沒有出生 那個時候我二十幾歲了 哎呀又暴露了我的年齡了 OK 那個時候為什麼那麼震撼 因為在我們大家的印象中 在華人的印象中 我們都懂的嘛 月球是什麼 月亮娘娘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啊 月亮的這個月球的地方呢 有一位美女住在那裡 叫嫦娥有沒有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 為什麼嫦娥奔月呢 可能華人的社會大家都懂 可是我們其他國家的夥伴 我們也來聽聽這個故事好不好 聽說在那個古代的時候 這一位皇帝想要長生不老 所以呢 他就請求道士為他煉丹 煉一顆長生不老丹 那麼長生不老丹 當然吃下去就是長生不老了喔 對不對 OK 嫦娥和她的老公 就是負責要看守這個煉丹爐 保護這一顆長生不老丹 可是有一天呢 就來了一個壞人 要搶這一顆長生不老丹 當下嫦娥為了保護這一顆丹藥 他想這一顆長生不老丹 如果給壞人吃了長生不老 那不是世界大亂了 情急之下把他吞到肚子裡去了 結果呢他身體就輕飄飄輕飄飄的 就飛到月球去了 所以我們古代有一個詩詞說 嫦娥因悔偷靈藥 避海青天夜夜心 他吞下的那顆靈藥呢 結果就孤孤單單的在月球上生活了 可是呢 伴著他的就是那個白兔了 那個玉兔在那邊鑽米 整個地球就是這個廣寒宮 就只有嫦娥一個人獨居了 那麼呢在這個時候突然間 美國人一個阿姆斯傳 跑到了那個月球上去去 所以當年我就寫了一首詩 如今月亮不是錢 科學征服避雲天 嫦娥先居不寂寞 阿姆斯傳半根錢 那個時候我在台灣的報紙登出來了 一首打油詩 這個故事讓大家來不懂得 嫦娥奔業故事的人現在大概都了解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看看 我們現代的人到太空去是旅遊啊 不是去探險啊 你知道嗎 我們到太空去是旅遊 所以這個整個世界的變化有多大 你知道嗎 在這個之前啊 我們都知道以前的人類旅遊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環遊世界 退休後我要環遊世界 當我有錢的時候去環遊世界 這都是我們最大的願景 為什麼當年就有一部電影 這是在1956年喔更早 這部電影叫做環遊世界八十天 那是你主題歌非常的領事 現在大家聽一聽 你兩句就好 I've searched for you I traveled on when hope was gone 有人聽到這首歌嗎 OK 1956年更多夥伴還沒有出生 那麼當年大家的願望環遊世界 可是如今呢我們的願望是什麼 太空旅遊 真的是整個世界交通工具的變化太大了吧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古代人的生意是怎麼做的 古代人的買賣交易 他們靠的都是金元寶 銀的元寶 銅的元寶 在做生意對不對 一直到了我們的鈔票紙幣發現交易 你知道古代的時候的這個紙幣 並不是現在的鈔票 他們一張大大的紙 上面就寫著白銀兩百兩 那你就可以到銀樓去領白銀了 那一直到我們的鈔票出現了 到現在我們用的還是鈔票對不對 可是呢我們再來看看虛擬貨幣 這個是幾年前就已經出現了對不對 這個虛擬貨幣我們叫Bitcoin 很多人投資喔 你們有人投資嗎都賺到了嗎 這個是一個虛擬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很多年前 有一個夥伴跟我說 香姐你要不要買 這個Bitcoin是可以賺錢的咧 我說怎樣買 你一千塊美金可以買 我說我拿真的一千塊美金是真的錢咧 去買一個假的貨幣 怎麼可以呢 我的頭腦老化你知道嗎 結果他們真的是可以賺錢 好最近還有更新的 它叫做NFT 這是什麼非同質化代幣 我跟你講世界真的是不一樣了 也是讓我們很難理解了 還有讓你更難理解的 有聽過這個名稱吧 元宇宙都有聽過吧 你知道這個元宇宙 是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 是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世界 可是現在它有多夯你知道嗎 我們大家都認識的 我們的Facebook Facebook居然為了它改名叫做Meta 這將來又要風行了 所以我說真實的世界 有許多虛構的故事 可是在虛擬的世界裡 又有真實的人生 這世界亂了 真的是亂的套了 可是當這個世界在不斷的改變中 各行各業 為了求存也必須改變 所以我們會看到了 數碼化客製化大數據庫網購 改變了各種的商業模式 為了生存 老闆得創新 員工得配合 老闆要改變 員工要不要改變 所以員工必須要學習 必須要進步 這包括你我都逃不了 所以我要請問各位了 你準備好了嗎 要迎接這個新時代的來臨 你準備好了嗎 你要準備學習跟進步 迎上這個時代的巨輪嗎 我們的頭腦都必須改變了 專家說21世紀最有力的行業 就是高科技的產業 那麼第二個是什麼 健康的產業了 OK 我們來看看 高科技的產業 這個大家都認識他的 特斯拉的老闆 他現在是全球的首富 他製造電動車 製造太空行業 他做太空旅遊 他現在是世界最有錢的人 首富美國人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台灣也有一個富國神山 叫做台積電 我相信你們都有聽過了 對不對 全世界的工業國家 你包括美國 德國 日本 澳洲 英國 歐洲 等等的國家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向台灣求救 為什麼沒有晶片 汽車工廠要停產 沒有晶片 電腦 iPad 手機都要停板 大致飛機 火箭 小到你們家的飯鍋 計算機 你的手錶 哪樣少得了芯片 台積電是製造芯片 它是全世界芯片的龍頭老大 從來我們就沒有想過一個小小的芯片 控制整個世界的運轉 而這世界許多國家更積極的要爭取台積電 到他們的國家去設廠 為什麼呢 因為它能夠帶動當地的就業率的提升 而且也直接帶動許多民生商業的活躍 好像台灣 台積電一宣布在高雄設廠 高雄的房價立刻值翻三倍 台南也一樣 雲林也一樣 桃園也一樣 台積電最心驚的 它不只是房地產的爭執 它也是讓人才爭執 全台灣的大學畢業生 你不管是讀哪一科的 他們一大學畢業 最想要進去的公司就是台積電 薪水優厚 前途是井 錢喔 金錢的錢 前途是井 許多的行業的老闆都大探 一降難求 為什麼 人才已經全部湧向了台積電了 紡織業 造紙業 這些與半導體無關的行業的人才 都被挖了 年代的 半導體 晶片的供應鏈 所有相關的產業公司 更是群起直飛 科技行業一片的萬好 那麼我請問你 各位夥伴們 你們是在這個科技行業裡嗎 OK 如果不是 不要緊的 不要忘記了 我們都知道了 最夯的 最有力的行業 二十一世紀 高科技產業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健康產業了 你包括餐飲 醫藥 運動器材 健康有關的各行各業 都欣欣向榮 健康食品更不在話下 親愛的阿比他家人 恭喜你喔 你選對了行業了 可是你有聽過一種產品叫做植物蛋白質嗎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稱 植物蛋白質又叫做植物肉 那個當下我就很混亂了 植物跟肉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食物喔 怎麼會結合在一起呢 原來呀 現代人都非常的注重健康 正確的思維 非常正確的思想 又非常關心身體的營養的均衡 也非常了解如何保持健康的身體 我們來了解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了解一下 我們人體是由數十億的細胞組成 這我們夥伴們大家都懂 那麼細胞組成的組織 組織又組成的器官 器官又組成的系統 對不對 那麼系統呢 像呼吸系統呢 消化系統呢 泌尿系統呢 血液循環系統呢 這些系統呢 就操縱著 控制著我們全身的運作的功能 所以說我們也可以講過來說 你的細胞健康 器官就健康 器官健康 器官健康 系統就健康 反過來說 你的系統健康 你必須你的器官健康 你的器官要健康 必須你的細胞要健康 對不對 那麼身體就健康了 所以基本上 細胞健康 身體也就健康了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細胞是怎麼組成的 細胞有三種重要的指成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和脂肪 當然碳水化合物來自五穀雜糧 蛋白質就來自蛋豆魚肉 對不對 好 脂肪呢 就來自的肉類了 OK 那麼最重要的是什麼 蛋白質 占了我們人體細胞 70%的分量 重不重要 這個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每天 供應優質的蛋白質 給細胞是必須的 那麼既然蛋白質來自魚肉蛋醬 最為豐富 可是你吃太多的肉 你又擔心脂肪高啦 肥胖啦 產生了衝鋒等等的問題 這一堆的問題 大家都擔心 所以呢 食物中去找蛋白質 這個大家比較安心 因此呢 我們會看到一堆新鮮的名稱 什麼素肉大王啦 什麼植物肉啦 還有什麼肉松也是植物肉做的啦 植物肉進攻了分食者的餐桌 我們也是看到了食品大廠掀起了蛋白質的隔壁 可是夥伴們我要告訴你的是 AVITA 在十年前 我們就採用了魚細胞萃取優質的高蛋白 在瑞士製造世界級的抗老化產品 Cylogin 海洋細胞營養補充劑 我們幫助許許多多維持 許許多多的人維持身體的健康體能 去應付繁忙的工作 除此之外 我們呢 也更幫助許許多多老年人去解決 因為老化帶來的病苦 我們讓許多的老人家 能健康地過正常人的生活 真正的安享晚年 看一下捨樂君好嗎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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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對人體是這麼樣的 那麼細胞的營養要靠血管來運送 所以血管是輸送營養到全身各部位的重要管道 這個重要的運輸管道如果被阻塞 那就造成人體的災害了 如果血管被膽固醇 脂肪或者斑塊阻塞了 不但氧氣的運輸不良 營養的運送不良 更造成了大腦缺氧 心臟的心血不足 肝臟可能累積了脂肪肝了 更嚴重的是心肌梗塞 中風等等 所以在2021年 Avita推出了最新的產品 那就是血管的清倒膚 幫助你解決血管的阻塞還有三高的問題 就算連你肚皮上最難處理的頑固的脂肪 都可以一起清除 各位朋友伙伴們 你們有想過嗎 減肥可以不需運動嗎 減肥可以不需要節食嗎 好像不太可能哦 嗯 有可能了 那就是Celeba 我們來看看好了 現在人的健康意識越來越強烈 但生活壓力也越來越大 繁忙的工作造成時間焦慮感強大 這些無形的壓力 加上環境的污染 及不良的生活習慣 如吸煙 酗酒 熬夜等等 對你身體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機 影響了有些人食慾不振 有些人卻不停地吃 吃魚 吃肉 吃五穀雜糧 吃各種加工食品 從維他命A吃到維他命Z 還有各種各樣的健康食品 但到底你吃盡健康了嗎 還是吃盡了健康 你變得肥胖 臃腫 疲勞 體力下降 每天上班坐在辦公桌前 下班後坐在電視機前 毫不運動 如此日夜累積著體內的脂肪 膽固醇在你的腰圍 肚皮 臀部 轉眼間體重增加 肥胖跟隨著你 而體能逐日下降 老化提早降臨 內臟被脂肪包圍 血管被許多脂肪 膽固醇 存肌形成斑塊阻塞 阻礙血液通畅運行 人體血管負責輸送氧氣 及重要營養物質到身體各個部位 當血管通路被阻塞時 導致心臟的心血不足 大腦的氧氣不足 全身細胞的營養不足 細胞最重要的營養素 蛋白質供應不足 接下來的疾病越來越多 像脂肪肝 大腦的認知功能下降等 防不胜防 甚至將引發嚴重的致命疾病 包括中風 心臟病等等 来自瑞士的Cellava 将帮助你清除血管里存积的 胆固醇 脂肪斑塊和其他垃圾 Cellava 可称为血管的清道夫 Cellava 全球独家专利配方 磷酸胆碱复合物 照顾你全身的健康 细胞的健康 心血管的健康 肝肾胃的健康 大腦的健康 尤其帮你去掉肚皮上的顽固脂肪 让你消脂减肥 体态轻盈 Cellava 瑞士制造 符合GMP和ISO标准 百分百植物配方 非基因改造 无肤质成分 精细的科学研究 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 品质保证 效能卓越 Cellava 是人体细胞的守护者 更是你血管的清道夫 阿比塔做的是健康产业 所以我们的产品绝对是与人体的健康有关 我们再来看看 现代的管理学之父 叫做皮特杜拉克 他说正在未来 看现在 从未来的视野回推到今日的行动 那么你们就会知道你们该做的是什么 未来的是什么 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影响到你的未来 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影响到你的未来 所以他认为一个没有未来方向的人或者是企业 很容易就把自己活在昨天里 没有明天的目标 那么你今天的行动 多半就是重复昨天的事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21世纪 你活在今天 可能都追不上时代的剧轮了 如果你还活在昨天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办门你说 是吗 OK 我们来回想一下 阿比塔在15年前成立的时候 就立下了一个鲜明的目标 健康产业 阿比塔创立的初衷 是要把健康的生活 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每个家庭 至今不渝 我们不但是把阿比塔最优秀的健康产品 像我们的Celogen 让你有健康的细胞 我们的Celva 让你疏通你的血管 我们有NGF 修复你的 修复你的 OK 修复你的助主神经 OK 所以呢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更是把中国五千年的汉方清华 就是我们五千年的医药智慧 对不起 我的麦克风有问题 对不起 谁听的不清楚吗 现在好了吗 都听见了吗 OK 可以吗 对不起 麦克风往外跑了 OK 我们用五千年的医药智慧 把中国五千年的智慧升华了 我们萃取中草药的精华 用精油替代部分的中药 我们免去煎熬中药的漫长时间 也免去了吞饮中药的苦涩 我们利用刮沙的工具 加上阿比塔的汉方精油 疏通人体的十二条经络 我们帮助腰酸背痛 五十肩 膝盖疼痛 等等需要帮助的人 阿比塔的六种汉方精油 灰精入脉 保养你的五脏六腑 好我们来看看 心仪入灰精 我们的兰华入肝胆精 我们的飞凡 壮阳不慎 我们的天魁知音 故子宫 再来我们的妄忧照顾你的睡眠 与心包筋 再来坏香 平衡你的情绪 还有加上一个老虎的翅膀 我们中文有一句话 如虎天翼 这个老虎如果长的翅膀是不得了了 为什么我们的精络大补铁 叫做老虎的翅膀 你知道 这个精络大补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成分 艾草 它能够渗入的皮肤底下3.5公分 所以它对你的活络气血 为你的通畅你的精络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草药 那么我们这些中草药 再加上我们的阿罗美 我们用这个阿罗美做芳香疗法 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 通过这个芳香疗法 可以治疗你 帮助你身体很多的不舒服的地方 比如说 广幽跟快箱 两个结合可以帮助你的失眠 我一个好朋友 失眠非常的严重 每天要吃三颗的安眠药 还是不能睡觉 我赶快送了一个阿罗美 跟这两罐精油给他 他告诉我太厉害了 他已经不用吃安眠药 这三天 当天点了这个瓶子 他就讲来不及吃安眠药 他已经睡着了 他讲这两年来 从来没有这么舒服的睡过一觉 我当然很高兴 但是我也非常的兴奋 还有我们的快箱 如果加上心仪呢 哇 那就帮助你的呼吸道功能了 像你的过敏啊 伤风感冒啦 你的肺发炎啦 你的因为心仪是最好最好的止痛跟止发炎的良药 这个在这个本草干木里面就有了 心仪本来就是中药里面很重要的一碗 讲到这个心仪呢 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那个是在十年前 十几年前 我们都认识我们的蔡老师 阳明大学的博士 蔡英杰博士 他有一次来新加坡跟我们上课 他就跟我说 香姐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说什么好消息 他就跟我说 我告诉你 Finanso就是金和番 他说Finanso已经被欧美国家证明 看来 我就说 这个跟我有关系吗 蔡老师说 当然有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仪里面就有Finanso 我一听 哇不得了了 我说 这个好 蔡老师 我们可以开始吧 心仪可以看来 蔡老师就跟我说 不可以 香姐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她跟我说 因为心仪里面的Finanso的含量不稳定 有时我们萃取的心仪 反年收的含量很高 有时我们萃取的心仪 反年收的含量很低 甚至有时候找不到反年收 所以这个不可以 我就想了一想 这个抗癌是多么重要 我就说 有没有办法 蔡老师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把反年收另外萃取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心仪里 够一次工 这样可以吗 蔡老师说 好像可行 我就说 好吧 那你赶快研发 各位伙伴们 你知道这个研发发了多久吗 十年 十年后 蔡老师才告诉我 香姐 这个反年收研发成功了 伙伴们 你们还记得 我们的心仪 反年收一推上来的时候 或者是多么的兴奋吗 可是你知道这是十年的心血 所以你如果全世界各个国家看得到心仪的精油 你绝对看不到反年收心仪 金合番的心仪 这全世界只有AVITA 有 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AVITA的产品绝对是制作过程非常的谨慎 好 我们来看看心仪的制作过程 好不好 terus看 render 不 绳 est 愿 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到了这心灵的影片 我特别特别地喜欢这个影片 为什么你知道 你们有没有看到刚才 这个画面是多么的漂亮 这个心灵花是多么的漂亮 可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听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影片为什么这么样的漂亮 这个影片的制作团队是很特别的 我们都知道香港有一位很出名的歌影双漆明星 叫做刘德华 都认识吗 你一定认识的 对不对 刘德华呢 他的NB的制作团队帮我拍了这个影片 你知道当初我们要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他们的团队就先到了 我们刚才有看到影片里面有 这个河南省南昭 有没有 南昭的浮牛山 其实呢 我们就在中国河南省的南昭呢 我们租了一座山种心仪 因为我们的心仪需要很多的材料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种了一座山的心仪 那伙伴们应该都明白的 心仪花开我们是不能用的 我们要的心仪必须是花苞 我们刚才有看到吗 有一粒一粒的花苞像笔尖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在用的心仪的材料 当这个心仪的花开了以后 我就不能用了 所以呢 当他们的制作团队 到了南昭去勘察地形的时候 是两个礼拜前 一切安排妥当了 两个礼拜后 到了南昭要去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的天啊 整个山上的花都开了 因为突然间气候变暖 这个一春暖就花开 整个山的心仪花都开了 怎么办啊 我拍不到花苞了 结果呢 他们就跑遍了整座山 就在山的那一边 阳光照不到的一家农舍 这个农舍里面就种了几颗的心仪 这几颗心仪的花还没有开 这是你们刚才在影片里面 看到的那些花苞 所以呢 才能够把它拍下来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 这个工人在栽彩的都是花苞 所以这个影片是终于拍成了 可是又来了一个问题了 那一年的心仪的原材料 脏了两倍 为什么 因为这心仪花都开了 来不及了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心仪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一个产品 而且他的这个止痛的止疤炎是立刻的 我们自己 我相信很多伙伴们都有这个经验 你知道吗 我在新加坡有一位好朋友 肚子痛送进医院 医生说盲肠炎开刀 可是呢 他开刀以后发现盲肠好好的又缝起来 回家以后 两天还是痛到不行 再送到医院二次开刀发现是护墨炎 那么开刀了之后呢 两次的开刀缝合之后 伤口就是一直不能好 一直到他的姐姐从日本来看他 已经一住在医院几个礼拜了 就是不能出院 你知道他的姐姐就跟他说 你的好朋友香瑜的那 香瑜姐的那一罐心仪你没有用吗 他说蛤没有 你知道他的姐姐从日本带来的 身上的一罐心仪就拿起来帮他在医院 把他倒在他的伤口上 这个是真人真事 几天后 他还在医院 可是他伤口就慢慢的再恢复了 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香瑜谢谢你 他有气无力的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在医院我只是要先告诉你 你的心仪真棒 以后的事我再告诉你 他没有力气讲了 可是等到他出院了以后才告诉我 可是他的姐姐为什么会懂心仪呢 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送了一罐心仪给他的姐姐 他姐姐是在这个 在日本的那个一座山下开料理店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那个Hakone Hakone是一个温泉的地区 他在那个山脚下开一间日本料理店 我送了他一罐心仪 我就告诉他 你在做料理的时候万一刀伤烫伤都可以用 他说有一天他的手臂就被那个切那个杀西米 切那个生鱼片的刀这样划过去 伤口一条长长的 可是那个乡下地方没有医院 要等到明天 所以他就想到 香瑜姐送我一罐心仪 他就拿下来倒 倒了以后把他包扎起来 就不痛了 继续做工 第二天早上就想要看医生 打开那个伤口一看 一条线直直的非常的漂亮 不用看医生了 所以他才告诉他妹妹 你为什么不用心仪 治疗你的伤口 这都是真人之事 我们心仪的帮助的伤口了 烫伤了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 尤其这个只是不作用而已 真正他的功能是止痛 止发炎 尤其是对肺部 你的伤风感冒 这个是必用的 尤其是在这个COVID-19的这个阶段 因为这个病毒 冠状病毒第一个攻击的 就是你的肺 心仪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 好吗 好 再来继续 我们来看另外的 如今的Avita 是不是健康生活的代名词了 OK 那么我们站在现在 我们看未来 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健康 也关爱别人的 有理想有报复的朋友 和我们站在一起 来一起推动这一份健康事业 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21世纪的今天 人才难求 可是朋友们 你相信自己是人才吗 伙伴们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吗 Avita 希望能够成为健康行业里 最有影响力的共享平台 让我们来协助人们 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成为优秀的人才 在这个数位新知爆炸的时候 我深信 我深信 更被信任 更有洞见的企业 是这个大时代的趋势 单向的传递知识 那是旧思维了 我们每天只是上课 只是学习 是不够的 我们唯有融入这个共创的 精神 才能够发挥网络时代的精税 成为被人们渴求的行业 所以Avita 这个共享平台 不是新名词 也不是新概念 在Avita这个共享平台 实行已久 看看我们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们的教育系统 从我们的事业商机说明 就是我们今晚的VOP 从这里开始 到我们的新人启动 到我们的成功之路 到我们的经销商的基础课程 再延伸到我们的详音课程 精英课程 领袖之路 到行家大姐货 还包括了我们许多的 产品知识的课程 这个教育系统 伙伴们都明白 能够帮助你什么 帮助你的学习 那么学习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吗 我们学习 不是为了上课而上课 我们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就好像你的家里买了一台吸尘机 我们买吸尘机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买吸尘机的目的是 为了那一台吸尘机长得漂亮吗 不是的 是为了要让维持家里的干净跟卫生 对不对 所以学习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但是学习需要纪律 如果想要进步 那你就选对圈子 OK 如果 我们立志 每一天进步一个percent 每一个人 一天只要进步一个percent 你知道吗 你一年是进步了37倍 而你 就是其中进步的一分子 OK 这一年当中 你将功力大增 能量倍增 在这个共享平台上 你有自己的学习的存折 好像银行的户口一样的 你每学习一课 你会得到奖励的点数 如果你愿意与别人分享 那就更加的加分了 那你所有的好处 各种好处都将回归到你的奖金户口 这种是有回报有乐趣的共读共学共享 这个就是Avita的共享平台 团队 不在人多 而在新奇 当变动 在无意其的出现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Avita的伙伴们 都能够站上组织的高度 以你一己之长来补组织之短 奉献你个人的能力 给这个团队 给这个组织 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 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人 在追求跟实践 一份有意义的梦想 OK 我们的情来自于彼此的信任 我们的义来自于共同的信念 这两者交织成团队的支撑 这才是真正的团队 这也就是Avita的团队 人无百日好 花无百日红 人总有在低落的时候 当你在低落的时候 团队的功能 那就是可以让每一个人 轮流的软弱 当你在低潮的时候 那你就休息一下不要紧的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 单打独斗 所以当有人软弱的时候 我们团队的其他人就是你的淹富 你可以暂时后退 你可以修养生息后 再反对上阵 再重新来过 你一个人的前进 那是单枪匹马 众人的前进 才能够移山填海 我们想想看一滴水 你很快就蒸花掉了 你一滴水滴在这里 不用两分钟就干了 但是你如果把每一个人的一滴水 汇入大海呢 那就成为波涛澎湃了 所以一个人会软弱 可是你的团队 却因彼此的连结而更强韧 没有完美的个人 却有完美的团队 OK 如果你是从事高科技的产业 我就恭喜你了 如果你是众所渴求的人才 我也恭喜你了 如果你两者都不是呢 你赶快选择一个优秀的团队 弥补你的不足 当然了 我干嘛你们都知道了 选择哪个团队 AVITA绝对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OK 我们让AVITA 优秀的教育系统来协助你 我们也让AVITA 强大的讲师团 来协助你 我们更让AVITA 九个国家的家族伙伴们 陪着你共同学习 共享成功 2022年 是AVITA的15周年 你就是下一个领袖 15周年 是水晶周年 我们都知道水晶是晶莹剔透 它代表光明 代表闪亮 也代表坚硬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水晶需要呵护 我在这里呼应AVITA的家人 2022年 我们得更加努力 我们让AVITA这个健康生活的代名词 闪耀在世界更多的国家 更多的家庭 好吗 OK 在这里 AVITA祝你2022年 平安健康 顺心如意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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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香姐 好 让我们再给香姐一个最热烈的 我相信掌声听不到 我们用这个 现在新掌声好不好 我们给香姐一个最热烈的 虽然声音不能够传递 可是呢 我们的能量可以传递 终于就死都要这样 OK 这个是新掌声 好所以呢 真的就如香姐所说的 AVITA呢 已经迈入了 我们正在迈入我们的第15周年 那从踏入AVITA呢 我也跟着AVITA一起呢 成长 然后呢 到今天呢 真的从来没有一天呢 后悔过加入这个大家庭 所以希望呢 我们更多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呢 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 一起成长 一起帮助更多人 一起呢 让更多人能够获益 OK 那现在呢 我们邀请所有人呢 在今天 2022年的第一场 事业产品说明 因为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日子呢 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参与 所以我们要拍一张 最有意义的这个照片好不好 不只是为了公司 为了我们 也为了我们所有人好不好 那我们请香姐呢 来站在我的旁边 OK 我们请香姐站在中间好了 OK 来 我们一起来拍一张照片 香姐 OK OK OK好 香姐你站中间嘛 因为会蒙 你站中间 没关系 没关系 OK 好 还有我们很多的来自我们印尼的朋友 我们菲利利布银的朋友 请大家打开视频来 来我们呢 把爱心拿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阿维达最棒的这个能量展现出来 OK 来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就拍照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排 因为有很多面 所以呢 大家来我们掌声 再次送给我们的香姐 让香姐看到大家的掌声 手摇摇手摇摇 新掌声新掌声 手摇摇手摇摇 OK 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 很谢谢大家呢 在2022年的这个第一场事业产品说明会呢 跟我们一起度过 可是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在下一场 在下一场呢 我们大家呢 像香姐讲的 我们每天进步1% 我们就能够呢 就是37倍的这个成长一年之后 然后我们不只是呢 把这个进步的1%呢 带出来 我们更要带在我们实质人数 每一场呢 我们可以带一个人呢 一年之后呢 我们的团队就会倍增37倍了 OK 好 我们就从我们来临下个星期的第一场呢 这个行家大解惑开始 那其实呢 一整年的公司都会邀请 不同的行家 其实Avita呢 不只是让我们在健康方面成长 其实在各方面呢 都持续的在成长 所以会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 所以下个星期呢 就邀请了这位呢 数字专家 就是呢 王福林老师 他也是呢 手带传人 还有天数字学的创办人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呢 他一生呢 是自己呢 也有经商创业 可是呢 他在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之后呢 他其实呢 就有了自己的这个领悟 还有发现 所以呢 现在呢 已经很多年了 是专注于了这个天数 自学的研究呢 已经长达14年了 所以他会跟我们分享 像夏天也讲的 人的这个天敌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记得可以打在这个留言板上 他有讲到嘛 我们的宇宙的天敌是黑洞 然后呢 等等 地球的天敌是人类嘛 那人类的天敌又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还记得 马上哦 快点NGF 有没有知 人类的天敌呢 就是我们的情 哦 一吧 非常的好 哇 我们的小华也是哦 就对就是情绪 所以他会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呢 来驾驭我们的情绪 来面对我们的天敌 然后掌控我们的未来 然后在AVIDA呢 来创立我们这个幸福的新常态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在下个星期四的这个课程 所以呢 大家呢 一定要 不叫只是自己来哦 一定要邀请朋友好不好 愿意邀请朋友的打加一好不好 来快点打加一 我们会拍照存证 好 那当然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要分享给大家的 OK 这个是我们AVIDA的今年呢 是迈入第十五周年嘛 所以我们在八月的时候呢 会有一系列的 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活动 OK 等着大家 那第一个呢 我们在踏入十五周年 整个过程当中呢 第一个 就会在我们2022年的 2月25号 OK 2022年 2月25号 哇 222222 OK 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 2022年2月25号呢 会有什么活动呢 就是AVIDA呢 在时隔了两年之后的 第一场的这个班聘活动 我相信呢 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家族伙伴呢 真的已经迫不及待 已经等不及了 OK 这场呢 班聘活动呢 会在新加坡举行 那会有实体的是在我们 当然新加坡非常出名的 这个resort 哇 那可是呢 我相信很多外国的朋友 也很想要参加 对不对 OK 那我们在同时呢 也会有线上跟线下的 这个班聘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为我们所有海外的 这个家族 家族朋友们呢 我们也会有线上的活动 所以不管是在新加坡 还是不在新加坡 大家都要把这个日子放下来 就是2022 2月25号 然后呢 新加坡时间呢 晚上6点 OK 大家就可以开始准备好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世界产品说明会呢 就到此结束 那重复两件事情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下个星期四的 航家大解惑 让我们呢 面对我们的天敌 通过呢 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如何驾驭我们的情绪 掌控我们的未来 在阿比达 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 下个星期四 OK 第二个呢 就是2022年 2月25号 我们的这个 班聘 OK 线上线下 都会有 所以所有人都一定要把时间留下来 OK 那再次的 2022年 第一场世界收明会 也是呢 一个最棒的开始 那我们再次的给自己一个 最棒的一个拥抱哦 就是呢 谢谢我们所有人呢 还在这个事业里面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呢 也谢谢我们所有人呢 愿意把这么好的消息 分享出去 所以 接下来就是冲刺了一年 像香姐说的 我们在踏入新世纪的四分之二 开始踏入四分之二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让我们的阿比达事业呢 能够成为呢 更棒 然后呢 帮助更多人 所以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